主料,残豆300克,牛肉400克,洋葱两个,辅量,橄榄油,盐,胡椒粉,生粉,生抽,XO酱一勺子,准备时间,移到两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食材,残豆,牛肉,洋葱,残豆放入锅内大火煮备,煮至残豆完全熟透后,沥干水分,牛肉提前接力, 用少许生抽腌制之后,调入适量生抽,胡椒粉,橄榄油,洋葱切粒,残豆桌水后过冷喝备用,烧热锅倒入橄榄油,放入洋葱,调入少许盐大火煮炒后盛起,使用锅里的底油放入残豆,虽然残豆之前已经超熟,安全起见,还是需要大火炒片刻,同时调入少许盐,盛起,大火,倒入适量橄榄油, 放入牛肉粒,转小火后,调入一勺子XO酱,搅拌均匀,将炒过的残豆洋葱重新倒入,略为翻炒片刻,调入少许生抽几根熄火,烹饪技巧, 一,残豆一定要烹饭至熟透方可食用,二,炒牛肉大火转小火炒出来的牛肉比较嫩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